乌克兰的外长来了 中国外长王毅和乌克兰外长两个人谈了 谈得很深 谈得很多 大家感不感兴趣 乌克兰外长为什么这时候来呀 泽连斯基总统刚刚表示 可以跟普京谈判 乌克兰外长就到中国来了 这中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这时候您看清了没有 您感兴趣吧 这个时候肯定是觉得中国有用了呗 想用中国的影响力 让泽连斯基有台阶下 问题是你泽连斯基你自己上房啊 把这个梯子主动撤了呀 上房还没爬上去呢 一脚把梯子踹了 问题是你自己 乌克兰的拉达就是一户也人大 你乌克兰的拉达通过决议禁止于俄罗斯谈判 特别强调禁止跟普京谈判 那现在你要跟 俄罗斯谈判了 叫中国来当说客 你瞧 您瞧 这就是演员出身的总统干的这个事 他要的是情节紧张 要的是剧情复杂 要的是随时反转 不停的改剧本 中国想慢着忙 怎么办啊 大家知道 泽连斯基曾经一本正经的签署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委员会 关于不能与普京举行谈判的决定的法令 那现在你改口了 你想跟普京谈判了 这法律障碍怎么克服啊 障碍在你乌克兰国 跟中国没关系 中国早就主张你们两家好好抬呀 你两个斯拉夫兄弟啊 本家兄弟 你打起来之后 中国劝你们好好谈 而且 中国早就给出十二点主张 十二点方案 你踩都不踩 你撇着嘴 抱着美国大腿 也没有美国和北约的支持 一定能打赢俄罗斯 现在值得厉害了吧 乌克兰的这个军队的总司令前几天公开发表谈话 认为乌克兰即使有美国的支持 北约的支持 包括足量的支持 打不赢 没有办法 根本没有办法 战胜俄罗斯 这场战争是没希望的 他是没前途的 所以呢 这位乌军限职的总司令 他的意思是说 主张跟俄罗斯谈判 乌军总司令此言一出 尽管招致泽连斯基的猛烈批评 但是 泽连斯基也不可能不受影响 你想啊 总司令都这种看法 将军们 士兵们怎么想 乌克兰外长 说起来也是个倒霉的碎摧 这话怎么讲 中国想帮你 你要中国怎么帮啊 你们是不是能马上召开一个临时的拉达会议 以法律的形式 取消此前不谈判的决定啊 你决定不取消 你怎么跟俄罗斯谈判呢 还有一个巨大的法律障碍 大家必须明白 俄罗斯内务部早已经通缉了泽连斯基 从法律角度来说 那就是俄罗斯不承认泽连斯基的谈判资格 原来你是有资格的 现在你资格没了 乌克兰战争刚打响的时候 双方在土耳其谈的差不多了 但是被英国首相小金毛来了 一脚就踹翻了 小金毛掀了桌子 因为他代表美国 逼着乌克兰必须服从他的意志 坚持跟俄罗斯打下去 小金毛发誓 说一定能肢解俄罗斯 肢解俄罗斯之后涌结后患 涌结什么后患 从前有个法国人叫拿破仑 从前有个德国人叫希特勒 当时他们发的那个誓言 比小金毛狂妄多了 结果怎么样 拿破仑攻打俄罗斯 希特勒攻打莫斯科 结果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我想问诸位一个问题啊 俄罗斯方面你说 如果不取消内务部的这个通缉令 泽连斯基你是没有资格跟俄罗斯谈判的 这个道理 你泽连斯基又不是不知道 你本来就超级服役了 你该下台了 你没有行使总统权力的资格了 人家扎鲁日内总司令表示说他有当总统的意思 结果民调一调查 他的选票他的民调支持率高于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就把人家给出名了 你干了 派出去当个大使 连军级都给人开出 你是哪有泽连斯基 你这么小心眼的 你这不胡来吗 你这不是武大郎开店吗 你不是标榜自己民主国家 你这个民主是 武大郎式的民主吗 还有一个大麻烦 支持泽连斯基打下去的拜登总统已经退选了 美国11月就要变天了 来势汹汹啊 现在还没上台 俨然以总统身份发号施令 号令天下的特朗普大元帅 他的名言全世界都知道 我上台第一天俄乌战争急告结束 诸位你说在今天这种形势下 谁还有心思支持乌克兰接着打下去 乌克兰你还有啥心思接着打下去呀 德国朔尔斯先生表示了 说德国支援乌克兰的决费捡一半 一半就没了 咔嚓一刀 拦腰截断 德国在北约国家当中是最有钱的 德国上届如此 黄论其他国家 所以这次乌克兰的外长 库里巴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就表示了 说基辅和北京啊 直接对话非常重要 我要跟中国谈判 以在实现乌克兰和平的问题上 我们找找共同点 乌克兰外长来北京 说明演员出身的总统 从法律上禁止和俄罗斯谈判 回到1991年边界这些条件 都不要了 准备面对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只能土地坏和平 那既然只能以土地坏和平 从前的豪言壮语呢 什么俄罗斯你要赔偿战争损失 什么逮捕普京审判 什么归还乌东四个地区 扎布罗肉 克尔颂 顿尼斯克 还有什么解放克里米亚 所有的豪言壮语都一风吹了 都不算数了呀 现在对泽连斯基来说呀 现实一点吧 能减少土地损失 要回一亩是一亩 泽连斯基 我估计最近是有点醒过闷来了 从剧情当中醒过来 最新民调显示 在乌克兰 愿意对土地让步 以换取和平的人数大幅度增加 32%的乌克兰人 愿意对俄罗斯做出某种形式的领土让步 以换取战争迅速结束 所以呢 最近泽连斯基 有点小主动啊 相当主动啊 他不但提出可以和普京谈判 而且呢 提到第二届和平峰会 可以请俄罗斯来参加 格闭王呢 经常说 一掌一落山西水 一反一负小人心 泽连斯基不是个小人 泽连斯基他是一个 最没有政治经验的政客 是个喜剧演员 你就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去了 那是什么呀 提线木偶啊 那是什么呀 傀儡啊 所以乌克兰的形势大变 这是可以预期的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 东城局居民次马南 再见